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 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 是进入了戏区剧种的 眼镜的口数 你看这个题目 先前至唐代 戏剧 以戏曲小戏 剧梦考树 你看这篇文章包含的这个 时间长度有多大 多长啊 有多长啊 有两千几百年 唐代大概到公元八 九世纪 应当到九世纪 那么先秦 先秦 还到商代 商代 商代距离现在大概三千五百年 就是殷商的中期 中期 三千五百年 所谓的跨度很大 而它只是什么戏曲里边的戏剧 戏剧小戏 戏剧小戏 演故事 戏曲呢 戏曲小戏是 演员装扮人物 然后结合 和歌舞 或者可以结合歌舞 或者可以结合歌舞乐 来演故事 所以这个两个最大的差异 戏剧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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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演员 也就是说演员 办事人物以后 他演出的时候 就代替那个什么 剧中人物在说话 就在戏剧小戏 那么戏剧小戏 顾名思义 就是对什么来演的 戏剧大戏 戏剧大戏的这个 过程严肃 主要的 一个不同 就戏剧大戏的一个 重要元素 就是 讲唱文学 说唱文学 因为说唱文学和讲唱文学 提供 这个戏曲呢 很丰厚的 故事 曲折的情节 还有呢 艺术性提升的音乐歌舞 也就是说戏曲小戏 和戏曲大戏 同样植树的元素 同样的元素 他的艺术性 有没有高低之分 有高低之分 有高低之分 小戏是什么呀 乡图 这个比较粗糙的 这个比较粗糙的 大戏呢 是精致的 这是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舞蹈 小戏的舞蹈 只是什么而已啊 只是一种 肢体的韵力 它这个肢体的动作 有没有寒常肢体的语言 也就是思想情感 在里面呢 没有寒 意义思想情感 在里面 小戏没有 大戏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有它的含义 尤其到最精致的是什么 昆句 那昆句的这个什么呢 可以说 音乐一响 歌声一唱 它马上就是 这个非常丰富的 肢体语言在里面 包括 眼神 都在舞蹈 这是 大大不一样的地方 这以前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今天呢 可以说到唐代 也就是说唐代 以前 都属于 戏剧小戏的阶段 唐代以后 才慢慢怎么样 开始 往这个什么 啊 晚唐五代 也就是说从宋以后 才开始慢慢 往大戏 来发展 真正能够 证明它成熟的 到金元 有别曲杂具 产生 南宋中叶 才有什么产生啊 南曲细文 我也和各位说过 我也和各位说过 我们有小戏 要发展成大戏 经历那么长年时间的缘故 各位还记得没有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啊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啊 因为我们过程的元素 大戏过程的元素 有多少种啊 再复习一下 曲折 曲折怎么样 引人入胜的故事 歌舞乐 诗歌音乐舞蹈的完全融合 还有一个杂耍特技的加入 还有演员 冲任角色 办事人物 也就是演员 角色人物 三位一体 还有代言体 还有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 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 就是展言性的叙述 而没有一种逆转 或者倒序的这个情形 还有剧场是大的还小的啊 狭隘的剧场 这九个元素 你看歌舞乐 就是它的美学基础 正面学基础 歌舞乐 适合写实和写意啊 写意啊 写意 所以我们只能 往写意方向的艺术来发展 那狭隘的剧场 更加促使它 能不能写实啊 无法写实 狭隘的剧场 你怎么写实啊 所以变成血液 那么血液 就要产生它的表演艺术的 基本的原理 就只能用虚拟性 舞蹈 身段动作的虚拟性 还有化妆 穿戴舞台 道具的象征性 虚拟象征 在某个规范之下来演出 才能观赏者和演出者 沟通有个面积 这就是城市性 也就是古代所谓的格范 品格规范 格范格范就变成科范 科范一省略下科 大家都不知道科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城市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城市在宋代就已经发展 发展出来 非常古老 你想这九大元素 要把它融会成为有机体 容易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因此要有它酝酿融会的温床 这个温床就是从唐代的佛寺剧场 寺庙旁边都演出的剧场 发展出来的瓦瑟锅兰 瓦瑟锅兰会谁吧 发展出来的瓦瑟锅兰 瓦瑟锅兰就变成一个所有表演艺术 和结合商业 结合休闲娱乐等等的一个群众活动的场所 这场所里边就要有什么呀 有推手 使这些元素能够把它融会在一起 发展成为一个更高的艺术 基本编则重要不重要啊 是不是大官贵人啊 还是这个什么呢 命运不好考不起科技的那些骆驼文人啊 当然就是骆驼文人 在里边 他们和这些歌啊舞女啊 来混在一起生活 所以自己组织一个团体 叫苏慧 苏慧 民间老百姓称他为苏慧先生 他自称苏慧才人 那么这些演出者 这些表演艺术的载体 存在谁的身上啊 就是从北魏开始就有 北魏之前的这个什么歌迹 歌迹 北魏以后的乐父 音乐的乐 乐父 富国的富 这种特殊的人口 这种特殊的人口 地位很低 不是穷困 就是犯罪 或者前朝的中士 被人灭亡的那些中士贵族 被打入到乐父里面的 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呢 以记忆来讨生活福口 受人鄙视 甚至于呢 和士隆工商 不是同等级的 很卑微的一个身份 所以乐父里面的歌迹 这个迹 其实是人之边的那个迹 包括男女都有 但是以男的多 还有女的多啊 女的多 女的多 所以乐父歌迹 和数位才能 就是瓦瑟国兰里边 把大戏的九大元素 把它推动 结合 形成有机体 然后产生一种更高超的表演艺术 就是大戏 所以大戏要从送金以后 送金以后 那我们这篇给各位的 那我们这篇给各位的 我是完全 从文献里边 加上一些田野考古 把他写出来的 把他写出来的 一个中国戏区里边的戏剧 和戏区小戏 整个的发展的现象 那因为呢 他是从文献考树 所以啊 读起来 有没有同学先读啦 有没有同学先读 好 好 怎么都不敢举手呢 你读啦 我看 读起来并不是很容易吧 不是很容易 但是各位要学 如果呢 我们 把这篇 直字直句的这样讲 那么这个学期呢 大概也不一定讲得完 所以我只告诉各位 这篇呢 它的要义 还有里边的一些 我们所引用的资料 从资料 我们如何发掘 潜藏在里边的 这一些 学术的 资讯 初学呢 比较 难 而我上了课啊 我是尽量能把我所知道的 都提供给各位 希望你们也能配合 好 先了解这个什么呢 先了解啊 这全篇的大意 这全篇的大意呢 还是请佩馨你把它念那个折要 好 本文首先说明 凡演故事者为之戏剧 凡和歌舞以代言演故事者为之戏曲小戏 在此前提下 考树先请文献 可知构成戏剧 戏曲为有机体之主要素逐渐结合的情形 由葛天氏之乐 见其原始歌舞之结合 好 原始歌舞的结合是歌和舞的结合 好 接 由周里大思月 见月舞合用 古谋见歌月合用 六月见其技巧合用歌舞月 而巴扎即为戏里 似以具演故事而为戏剧之端倪 而挪中之方向事 就其扮相与植物观之 当以具戏剧之条件矣 而周初大舞之月 演出舞王伐咒故事 更为实质之戏剧 七年代距今三千一百余年 至于戏曲雏形之小戏 则九歌诸篇 由以山鬼 盖可宣布中国雏形小戏 与此成立 七年代距今二千五百余年 从两汉魏晋南北朝 与戏剧戏曲相关文献中可考得 总会仙昌 巫霍康顶 八语武 古苑曹 正熟晋妇 文康月 天台山记 慈浅奋争等八个戏剧剧目 和东海皇宫 歌戏 辽东腰父等三个戏曲小戏剧目 唐代厨本文所考树的戏剧 蓝陵王 苏莫哲 弄孔子 破头 樊快排军案等五个剧目 和西良记 凤归云 易阳主 汉睡 楚全监 麦秀两期等五个戏曲小戏剧目外 尚有由幽人所演出的宫廷小戏 参军戏 和由庶民百姓扳演的乡土小戏 塔瑶娘 另有两汉以后 傀儡百戏所演化而来的 唐傀儡戏 对此逼者已有参军戏演化去探讨 唐戏 塔瑶娘及其相关的问题 中国偶戏考树三文祥论之 这里不再赘述 或问中国戏剧既已见诸周初大物 乃至更早之挪系方向式 中国戏曲小戏既已见诸 战国时代之九哥 何以持至宋经之南戏北剧才能完成而为大戏 期间何以要历经1500年乃至2500年呢 若润其故个人认为 成文本文前言所云 中国戏曲大戏是综合文学和艺术 由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奖唱文学、排忧装扮 戴岩体、狭隘聚长等九个构层元素 所融合而成的有机体 其九项元素中 处于小戏重复者之 艺术层面与内涵 自然要比小戏提升和扩大许多外 其新注入之奖唱文学 则必须属于有如诵经 诸功调和副传那样的大型说唱 而非像古字词 踏钻那样的小型曲 传踏 传踏那样的小型曲艺 也就是说 提供戏曲最重要的故事题材和歌唱音乐 必须等到宋经时代才发展完成 才能作为大戏的主体基础 而其九种因素 也必须有像宋经瓦瑟勾兰那样 把意境成孕育会摧的场所 必须有像宋经书会才人那样 骆驼书生中的杰出人才 融住创作 才能水到渠成的生发为戏曲大戏 这就好像人类文明曙光乍显之后 到今日科技昌明突飞猛进 其间也必须历经漫长的 运序基建的岁月一般 尤其中国戏曲是综合文学和艺术的有机体 更非如此不可 而这些条件在宋经之前 不是没有就是尚且未晚辈 所以必须等到 宋经条件成就后才生发的来 南戏北剧那样的大戏 也因此 本文就只能在两宋之前 考察得到戏剧和戏曲小戏 那样作为大戏雏形的一些剧目 而若论大戏 自然无法重新秦至唐代 唐武乃这漫长的岁月中 去无中生有了 这不管 所以这一段提要事实上也就是等于刚才我和各位所讲述的要点 如果回顾我们人类的文明文化史 你看我们开始进入科技时代 也不过是工业革命以后 工业革命以后到现在只有多少 只有大概300年左右吧 300左右的人类历史 占了整个人类 开始出现在地球 我们不要说有什么星星之类的 演变为直立的人或者什么 就开始有直立的人 起码有好几 也有这个不到百万年 也有好几十万年 那两百 两三百人占的时间大不大 但实在很小 很短 可是在一旦工业革命发生 你看我们现在地球快要被毁灭了 你看您真好就已经世纪不分了 还穿这样的衣服出来 我不是为了要这个露营穿好看 我还以为秋天了 从家里出来也不知道外边怎么样 早晨运动那时候天气还凉凉的 整个这个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就是我们的戏曲 为什么要酝酿那么长远 然后一旦完成 你看戏曲开始要没落了 很快要没落了 同样的这个道理 好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 这一篇的主题内涵是这样 也就是说这九个元素 三个免学基础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各位 各五 各月 五月 各五月 起码可以分作这几种类型 对不对 各五 各月 五月 各五月 像这样的结合 各月 各五 五月和各五月 这四种类型来说 前面三种类型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你再加个因素 而要融合成为有机体 这是很不容易的 你像西方的歌剧 它有没有舞在里边 没有 它是割月 日本的Kabuki 它只有五月 还没有割 我们是割五月 融在一起 又加上什么杂耍特技 杂技在里面 所以它高难度就大大不一样 所以考察这些 是从文献来考察 因为我们有这个认知 所以我的研究方法 和到目前为止 所有学者的研究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犯了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把过程戏曲的一个元素 元素都当作戏曲的根源 所以我把它考察 有一个书叫《戏曲原流心论》 在《戏曲原流心论》里边 就有二十几种不同的戏曲原生的论说 一看就是把我们那个什么 把我们那个每个元素 它们去考察 戏曲 要称到戏曲 是什么条件 文献上最早发现的那个 就是戏曲的源头 因为它有记载 其他来推测 但是没有迹象可循 你要追溯一个这个什么 江河的源流 你要追溯到 哦 长江就在托托河这里 再往前没有了 那它是 长江的第一个源头 各位 各位 戏曲的原生 和长江大河的原生是一样 是多元晦翠的 这也是所有的戏曲理论家 没有想清楚的 他们认为细节就是托托河而已 但是我不是 托托河只是那个滥山的地方 它往下流 我们简单地说 在清康障高原队还注入了一个金沙江 金沙江的水注入了长江 汇吹 所以它也是长江的一个源 加灵江 拧江 头江又注入进来 水量更丰沛 长江更长 再往下 总共有750多条这个长江的源流 所以长江能那么样子 经过那么漫长的空间 它水量越来越丰沛 是因为它有许多的源头注入的 所以把泽松某戏曲史 你给它个定位 戏剧的定位 是演员 演故事 就是戏剧 所以我们在文献里面找到 有演员在演故事了 戏剧是不是成立了 它的文献是最早的 它就是戏剧的源头 这个戏剧有了戏剧 它懂得又吸收歌 五月进来 对不对 然后又知道用代言 好 我们说戏剧小戏成立了 所以戏剧小戏 就像我们人的那个婴儿一样 婴儿是不是人的雏形 发展到有行为能力了 古人是二十岁 现在呢十八岁就可以投票了 所以十八岁就承认他成人了 成人就完成了人了 那么大戏就说他真正完成了戏剧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戏剧史的这个 的这种研究啊 是如此这般的 可一般学者没有把戏剧戏剧的命意把它定位 所以也不知道戏剧戏剧本身就是多元元素过程 这些多元元素结合了哪些元素才能叫做戏剧的源头 结合了哪些元素才能叫戏剧的源头 这个概念都没有 所以就什么要各说各话 我们运用的是和他们不一样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佩馨你在那个第一页清光绪 这里念一下 清光绪33年1907至民国二年1913 六年之间王静安先生从事戏曲研究 著有曲学十种 将成果汇为颂愿戏曲考一书 使戏曲挤入学术之林 作为大学课程 后备种记前修 有如真皮方起 愿有新开八十余年来 其花异果 以致灿烂辉煌 但是 其间存在的重要问题仍旧很多 譬如 戏曲乃至南戏北剧如何渊源 如何形成 学者尚且争论不休 由于戏曲的渊源和形成 是戏曲史不能逃避的问题 因此 论者甚多 但也由于观点有别 所以见解其意颇大 笔者观察论者之观点与见解 之所以有别和其意 主要出于以下七点缘故 一 何谓戏剧何谓戏曲 未有明确之介意 介意有别则前一发而动全身 此为最根本之问题 二 未明戏曲有小戏大戏之别 小戏为戏曲之雏形 大戏为戏曲之成形 三 对于小戏和大戏未有明确之介意 四 未明小戏以为多元因素构成之综合艺术 五 物以构成小戏之主要因素为戏曲之渊源 六 物以孕育小戏之温床为戏曲之渊源 七 物以渊源为形成或物以形成为渊源 以上这七点如果不辨明清楚 便会产生错误的论断而不自知 在这篇文章中 颇废笔墨的辨明以上这些观念 并给中国戏剧戏曲下的定义 好 这个各位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先把大家的这个错误的论述 因此就产生什么 像虾子摸象一样 你不明白前提 前提没有定位 你摸到了一个象的鼻子 就是哎呀这个戏曲像 这个什么像大水管啊 摸到了象的这个什么牙说 哎呦像一把钢刀啊 摸到了大象的腿说 要细起象跟大柱子 摸到象的尾巴说 要像少把 所以每个人所得到的象 有没有得起前象啊 没有 这是一个学界啊 很糟糕的问题 因为我迟到呢 我们暂且 就不想要什么的可以自己去啊 好 各位再翻开二百二十三页 好各位 像这个 二百二十三页 第六行 第五行 李氏春秋 劍武 仲夏季 古月云 西 葛天氏之月 三人操女尾 陀祖 以歌巴缺 各位注意这个缺 是乐章的缺 和朝天缺的缺 那个宫门 那个排楼的大门 是不一样的 葛天氏之明 就古代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帝王 事实上就是等于古代 一个部落的什么样 酋长一样 他们呢 是三人操女尾 拿着牛的尾巴 陀祖 就这样叫陀祖 陀祖就是我所说的 踏摇的怎么样 踏 土风舞 就是那个原住民 或者是非洲土人 他们呢 跳的那个土风舞 陀祖 还唱了八个乐章 这种乐章是反复的 后来呢也有歌词 这是后人附加的 其实呢不必要把那个后来 当作一回事 但是他的这种动作 就结合了什么在里边呢 踏摇 对不对啊 踏 土风舞的 头组 歌 就是歌谣 所以我才一再说 任何表演艺术 或者文学的根源 就是童言 起于这个踏摇 所以这个是歌舞的怎么样 结合 像就可以看出歌舞的结合 其他呢 我所引用的 这一些桌礼里边 经书里边的 各位就可以看出 歌舞歌舞的结合的历程 我就不说了 另外呢 在戏曲的这个原生里边呢 近年 新兴的一种学问 叫做仪式句 我们说仪里仪的仪 是形式的仪 这仪式句 都是从挪 也就是我们下边 所谓挪以戏句 挪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 原始出名 最怕的就是鬼 或者是邪恶的这些 妖魔鬼怪 这种呢 就叫挪 因为呢 因此他们就找一个 比这些妖魔鬼怪更凶恶的 一种神 也是大魔 大鬼 利用他们来驱逐他们 所以这个挪的研究啊 就变成一门鲜学 我们叫驱逐 驱逐这个仪式在我们台湾呢 目前都还有 你们看过这个 屏东一带 有什么炸邯郸 对不对啊 就迎神赛飞 有人办邯郸 然后大家呢 用这个鞭炮往他身上炸 因为这个暴族啊 在古人有一种 惊吓 山梢 就是在山林里边的那个 邪神妖鬼 要来 这个什么 对你不利的时候 你把暴族一放 他就跑掉 其实因为啊 山里边啊 空气潮湿 对不对啊 各种矽禁很多啦 矽禁感染啊 还以为是什么血神 古代就是这样 那这个少数民族啊 我也到过这个云南贵州啊 去考察 还陪着呢 八个人装扮呢 身上化成老虎的形状 拿着兵器这么跳啊 这么跳啊 就开始呢 追逐啊 那就有一个人扮演那个什么 鬼神之类的 跨过这个什么 跨过水锅 跳过这个什么 人家家里的矮墙 进入人家的家里 然后拿着敲敲打打 哇 追随他们很辛苦啊 把整个村庄跑快变了 这个叫Chino Chino 那这个呢 这样的一种情形啊 在宫廷里边 就叫 这个 大农 就叫大农 而在这个 另外呢 在文献上 还有和农业相关的这个 一种祭祀的仪式 那个叫炸 炸祭 我引用礼祭了 这里边有八种呢 对龙氏有功的 各位自己看就不看了 我们现在要看的呢 是孔子时代的 那个炸祭 这个炸祭啊 苏东坡把它当做戏离 是用游戏做一种仪式 就叫戏离 而这个 孔子家瑜 虽然孔子家瑜 是一个尾书 但他所记载的呢 是应当可信的 因为孔子呢 和子贡 看到乡里边的人 这关于炸 一国之人 这欢呼若狂 也就是民间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 炸邯郸一样的这个情形 迎神赛会 你看为什么 台湾有一种这个 一种神啊 叫做五虎千岁 听过没有 五虎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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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是温水 瘟疫 专门呢 因为民间有 瘟疫是拿现在来说 就流行病 流行病 像夏天一来 就开始有什么 登革着 那以前呢 那个鼠疫 老鼠的这个传播 那一死就死了很多人 大家不知道 他事实上是一种流行病 这个传染病 流行 传染病 或者是流行性感冒之类的 所以常会死的 就由这些神啊 好像去驱除他们 所以民间现在 迎神赛会里边 各位有没有看过神教啊 神教就绕行村庄大街小巷 他们干什么啊 驱除这些存在里边的 要么学神啊 使他们不要 来这个什么呢 伤害百姓啊 为什么 在演戏的时候 还要跳钟馗啊 钟馗啊 拿着刀啊 在这个 在这个舞台上跳来跳去啊 做出去 有时候还会跳 田都元帅 叫做大出书 叫做大出书 在这个全桌演戏的时候 演木偶戏 都叫大出书 叫静台 意思就是舞台上干净 不然演出的时候 垮下来压死人 这个历史上很多啊 在演戏 所以就变成有这种仪式 其实这个仪式呢 一直传播到现在都还存在 像这些啊 我们举的很多的例子 各位看225月 乡人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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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月 我说错了 225月 2、4、6 第七行 轮与乡党 乡人挪 曹府啊 立以作戒 这个是说孔子的 孔子看到他的乡里边的人呢 在那边驱挪 驱除学省 他朝府 他就穿上了这个正式的官府 立以作戒 作戒古代呢 登堂入室啊 有东阶西阶 作戒就东阶 主人 主人所走的阶 宾客就走什么 西阶 这个礼仪 因此皇帝要登基 叫建什么 建座 他要成为国家庙堂的主人 所以他踩上座 这叫建座 就登基大典的意思 这个古代的公式的著度 他站在那边 那么这个 李氏春秋里边的记载 面有师大挪 庞杰出土牛 以宋寒气 有师就是管这个什么呢 管驱挪的这些 举行大挪 凡是政府宫廷里边的 大型的活动 庞杰就是拿着干科到处 去敲敲打打 象征着在斩杀这些什么妖魔学神 出土牛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来了 牛开始要耕种了 所以就把这个什么呢 潜藏的这个阳气出来了 把那个寒气送掉了 再往下看 周礼下官司马 看到吧 好 这个周礼下官司马俗下 有一个官署 叫方向氏 这个各位就必须知道 蒙长蒙熊匹 他支长什么呢 他用熊皮来做他的这个衣服 脸上戴着黄铜的面具 有四个眼睛 叫黄金四目 悬衣珠商 上身是黑色的 下身的裙子 古人都穿裙子 是红色的 所以他这里面有没有扮相呢 有扮相 直戈阳盾 他拿着干个盾就是盾牌啦 帅百利而十挪 他率领他所许多的部署 利就是部署 十挪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呢要去 驱赶这个妖魔邪神 挪 这个蓝就是挪啦 古文里边 加个人字边 这个省文啦 以所示趋役 所示就是说按照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这样去追杀 他驱除这些啊 足以使人生病啊或者中邪的 那么大商 什么叫大商啊 如果皇帝去世了 先救 他就走在棺木 大棺木的前面 到达坟墓的时候怎么样呢 入匡 他就进去房地的那个 棺木要摆的那个 棺材的那个坑 以割集市壁 拿割来 敲集市壁 去方梁 方梁就是一种坏的鬼 把他驱走 各位看看 所以方向式 他有没有扮相啊 他有办事 从方向式的这个 所谓装扮 他有没有戏剧的 基本的历程啊 有一个对象 他要追杀 要驱除 一定追追杠杆 或者彼此之间 战斗一下 终于怎么样 就像邯郸 把邯郸杀了 抓到了 他把这个邯郸 消灭掉了 胜利了 这有没有一个 极简单的故事情节 在里面呢 有没有戏剧的动作啊 驱挪 搏斗的动作 所以像这样就是 最原始型的那个戏剧 已经合乎 已经合乎 演员 装扮 人录 演故事 演故事 演的故事是什么 驱挪 就是他演的故事 所以 我们呢 把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定位 这个方向是 在里 桌里里边 所记载 桌里 我们的时代 跨度也相当大 但基本上说战果年间 战果年间是 是记载在这里 可是田野考古呢 我们民国 殷虚大幕的发掘 殷虚大幕 各位殷知道啊 商殷商的 大幕发掘里边 就发掘到了 黄金四幕的面积 殷虚大幕的时间 能不能考察出来啊 可以啊 这个殷虚大幕 起码3500年前 所以方向是这个 就是相当古老的 一个这个什么呢 戏剧活动 所以中国戏剧 拿这个来说 就是3500年前 定位就定这样 上边的炸祭啊 等等都差不多 葛天世之明 他还不能算个故事 为什么啊 他只是一个歌舞 那他的歌舞 从刚才 拿着牛的尾巴 象征的什么啊 是不是打猎成功啊 打到什么东西啊 野牛嘛 野牛你看 打猎到一头牛 拿着牛的尾巴 他可见 不只打下一只啊 这个整个村子 整个什么部族 是不是大风 大这个 索列大成功 大丰收啊 所以大家高兴了歌舞 那只是个歌舞 没有故事 但是方向是 就有了 好我们再来看 各位再看 226页 这一段 这一段也相当重要的材料 就是《史记》 《月书》里边所记载的《大舞之夜》 在先寝舞蹈分作两大类 一种是《文武》 《文武》一定拿着什么做他的道具啊 《季孔大典》里面都拿什么呀 《字尾》 《孔雀》的那个耳毛 这是《文武》 《象庄舞剑自在佩公》 那是什么武啊 《舞》 《大舞之夜》 《大舞之夜》 象征的歌舞活动 是《舞王发作》 《舞王发作》 好 佩馨你把这一段念一下 好 然而在先寝点击中 最能证实为戏剧的 则为《大舞之夜》 在《商周之记》 已有首执 制 制笛 制笛 而舞的文武 和首执干戈而舞的舞舞 如歌颂中朝统治者如何有秩序 如何使天下安和乐利的韶舞 便是文武 而《史记》 《大舞之夜》 便是《舞舞》 《月书云》 看他 《柏招四座与孔子2》 孔子百号里四日 能孔子 落余指 何敬仪 数字 天 ad 今语 好 好 老讲 答曰 非武作也 身淫及商何也 答曰 非武因也 子曰 若非武因 则何因也 答曰 有思施其传也 如非有思施其传 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 唯 秋之文珠 长虹 异若武子之言是也 逼谋佳起 免惜而请约 服武之 备戒之已久 则既闻命已 感问池之池 而又久何也 子曰 居 吾语如 服者服悦者 相成者也 总干而山立 武王之士也 发阳倒立 太公之志也 武乱皆作 周照之志也 且服武 始而北出 再成而灭伤 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国世江 五成而分闪 周公左 韶公右 六成赋罪 已从天子 夹政之而四伐 盛政威于中国也 分甲而尽 四早季也 久力于坠 以待诸侯之志也 大武之月 据说是周公摄政 六年之时 在宗庙演奏 已向武王伐咒之事 从记载里 可见他不再是 出名祭祀时 所操的自然韵律之舞 兵某甲与 汉孔子 对于这支大武之月 所作的解释 都极富象征的意义 譬如 乐舞中 何以有 勇看 银翼的歌声 兵某甲的解释是 武王的军士们 希望干净起兵伐咒 恐怕稍持就失去良机 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于武者 总干而立 发扬倒立的动作 孔子的解释是 武者持着干顿 如山而立 纽然不动 那是象征武王伐咒 君荣威严 以待诸侯之志 武者举起依媚 顿祖 祖倒地 面有怒荣 那是象征 江太公祝武王伐咒 奋发威勇 希望肃成减伤之志 其中 成是乐章的意思 六成则有六个乐章 夹正是两人拿着灵夺为舞对按节奏的意思 表演大舞的队伍显然是和歌舞乐一起表演的 也就是三者之间是密切结合而相应的 舞蹈的内容虽然尚不能明白的来叙述故事 以致孔子和丁某甲所感受的意见颇为相作 但其动作象征故事 则是很显然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 周初中国的歌舞乐已经合而为一 且具有象征的意义 而这象征的意义实为表达武王伐咒的故事 所以以具戏剧的意义 好 这一段文献 各位 文献的解读 就是像这样 后边就是它的解读 我们重要的利用它说 周初的大舞之乐 它里边所描述的舞蹈的动作 有没有故事的意义象征啊 有了 它就是在讨伐这个什么呀 作王的这个故事 那里边的每一个动作的意义的诠释 因为它不是很十分清楚明白的 所以冰魔甲和孔子的解释就会怎么样 就会不同 但是它装扮 有没有装扮啊 有没有故事的对象啊 两军对壘在打啊 有这个啦 那有没有这个情节啊 有啊 只是情节是透过肢体的语言舞蹈出来的 所以这可以说是戏剧里边的怎么样 舞剧嘛 对不对 舞剧 它有故事情节 这就是戏剧 所以戏剧的韓国性是广还是戏曲的韓国性广啊 戏剧的韓国性更广啊 戏剧的韓国性更广 它在演故事都可以 所以你用舞蹈的叫舞剧 用歌唱的叫歌剧 用这个 这个什么呢 肢体的语言 没有音乐 没有什么 叫墨剧 用说话的叫话剧 这都是戏剧 但不是戏曲 戏曲一定要和歌舞乐 融合在一起 这里边呢 已经合歌舞乐了 合歌舞乐 但是它有没有代言题啊 没有 它发出来的声音也只是某一种象征的意义 所以它没有代言题 所以像这样的舞舞 我们还是认为它是 它是怎么样 戏剧里边的舞剧 这样的舞剧已经是什么样 戏剧里边相当高层次的东西 这距离我们现在3100年左右 这个就是定位 我们在3100年前已经有这样的戏剧形式 你看演出的人都多啊 舞蹈动作怎么样 复杂不复杂啊 复杂啊 歌舞 这个什么呢 音乐都结合在一起啊 可是什么呀 由于它不是代言题 不清楚 每个人不同的角度 可能有不同的欣赏 就像当年啊 当年我很笨 我真的很笨 我们林怀民先生演出青白蛇 我所认知的青白蛇呢 太传统了 我们林先生把青白蛇弄成同性恋 在舞台上 我就觉得奇怪 青蛇 白蛇 这怎么搞的啊 有一点 但是我没有 我脑筋没有想到 他们是在玩那些 所以我就变很笨 和别人看了就不一样 我是传统了 只觉得奇怪 但理会不出来 理会不出来 是同样道理 舞剧也一样 好 九哥啊 各位看 第三 戏剧小戏剧 九哥 九哥呢 是原来在洞庭湖边 所谓《荆楚之野》 所演出的一个祭神的活动 他有九个神 加上所谓 所有十一个乐章 十一个乐章 每一个乐章都是独立的 所以我给他命名叫小戏群 那小戏 可见他有没有合格五月啊 有没有代言啊 有 有没有故事啊 有 我们其中一篇 各位看 这个小戏群 《山鬼》这一篇 倒数第二行 前面的公子唱是我家的 我把它分析 因为这里边啊 可以找出很明显的两个人物 一个是山鬼 这个山鬼是女山鬼啊 还是男山鬼啊 重汉那对舞对唱的是公子 可见是女山鬼 是由谁扮演的啊 由巫扮演 那公子就是戏 戏会谁吧 一个巫之边 一个看见的戏 就是男巫 叫做戏 反正是男神 男神 就由女巫来寄 女神就由怎么样 女神就由男巫来寄 那男神就由女巫来寄 这个是九歌里边的人神之间 一个扮演神一个扮演人 人当然是人世间的人 你看他 因为这一个呢 我读起来最浪漫的一个 可是古人啊 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 九歌的那个画像图 很多版本 我的朋友吧 他管理图书馆 反正大家不能看我都能看 什么都有 他就拿出来一大堆九歌的画像 我一个上古一个翻 很有趣 光山鬼啊 这个山鬼到底是男啊女的 骑着抱 出现 一半是男的 一半是女 可是古人读书啊 也读得不怎么精确 不怎么精确 这个我来练 说有人诗 山子 批批批帝帝帝帝 帝女罗 既寒帝帝帝 又鱼笑 与子目以帝 批帝帝帝帝 有一种 还以那个女罗为她的一代 她既寒帝帝 又一笑 你看她那个眼睛眯眯的 又对我这个什么呢 寒着笑着迎着我 这有没有情感啊 有啊 看到情人啊 当然这样 子目以兮善窈 子就是你啊 子三鬼啊 这有没有代言啊 可见有你有我啦 对不对啊 你那么样子看到你的情人来啦 又是这么风游潇洒的呀 自吹自擂啦 然后三鬼就唱了 长翅报是众文里 心仪居是借贵起 批十难是带渡行 这芳草是 这芳心是未首诗 于楚一方是终不见天 路显然是渡后来啊 我把路声都念出来 这个古代的韵文啊 要带我路声 他说啊 我呢 乘坐着赤豹 红色的豹啊 还有那个什么呢 以什么为水虫啊 以那个彩色斑斓的狸猫啊 为座我的水虫啊 我的车上 架的车 我驾的车 这个车当然是赤豹驾的 上边呢 车 这个车呢 是用心仪木来做的车啊 上边呢 插着一个桂花的旗子啊 披十难细带渡恒啊 我 穿着 十难所做的衣裳啊 我以渡恒的香草为衣带啊 折方心细未首诗 我折下啊 这个芬芳的这个香草啊 想要送给我日夜想念的人啊 以处幽黄西中不见天 我呢 所在的地方啊 是幽深的那个竹林啊 很难看到青天啊 路显烂西 渡后来 路途啊 非常的艰难啊 所以呢 我和你的约会啊 就迟到了 渡后来 公子山说 表独立西山之山 云荣荣西而在乎 这个啊 各位啊 这个下 要读 胡 云荣荣西而在乎 要明明西枪作毁 东风飘西神灵舞 云啊 就和那个下亚运 流灵修西淡忘归 睡记忍心意俗华语 这个就是后来鸭的那个 知识运 这个什么 鱼母运 表独立西山之后 你高高的站在 那个山的上边啊 那么用突出的啊 那个什么山上的那个云啊 飘飘荡荡的呢 就飘下来了 咬明明西枪作毁 慢慢的天色变昏暗了 白天也开始幽暗起来了 这时候呢 东风飘西啊 东风一吹来 神灵呢 开始降下雨来了 流灵兮兮 但万归 我要留住你 灵修就是指山鬼 我要留住你啊 这个什么呢 根本不想回去啊 所以 既 燕西 俗华语啊 这个 天色呢 慢慢变暗了 时光快流速了 你还不来救我 又谁能使我感到愉快 华语就是给我荣虫 给我愉悦呢 当然子妮 怎么还不下来 采山绣兮于山间 时勒勒兮各满满 愿公子兮唱忘归 君说我兮不得选 那也有写他 这个什么 在那边采这个香槽啦 穿着这个什么 这个在山间的这个 这个什么路途啊 累累就是石头啊 这个一颗一颗啊 这个什么不好走的样子 隔呢 漫腾啊 也是缠绕着的 那我觉得说你公子 对你公子啊 你也不 怎么你不上来啊 唱忘归 我呢 即使要回去 都是很惆怅的 你那么想念我 我知道呢 我们不得选 也就是说 你想念我 是想念得非常殷切的 公子充 山中人兮方度若 你这个山中之人啊 以度若来分方你自己 饮食全兮 应松薄 你喝的是食权之髓 那么高洁的 你所在的地方 都是松树博树 博树为阴的 君师我熙然于众 你既然想念我 你还什么犹豫啊 还不赶紧下来 下来 这个会面 山鬼就唱说 雷天天熙 雨明明啊 哎呀 又打起雷来了 你看老天爷要发威了 觉得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诗会 也下日雨来了 这个圆秋秋西 这个什么 佑月明 这个穴的那个佑 也是圆火的一种 因为那个原生在山里边啊 提起来特别凄厉 风 煞煞西 木萧萧 这个情景越来越凄厉 师公子西 图离我 我想念你啊 但是没有啊 人与神怎么样 还是不能够结合的 人与神呢 只是一种突然的 一种相望 渴望而不可及的唱法 所以最后是 师公子西 图离我 我称呼你公子 又是鱼 又是乳 对不对啊 是代言体 所以像这是好问题的代言体 有没有故事情节啊 有啊 要约会 彼此都出现 谣言的看着 但人神不可相亲 终于怎么样 醋唱残眠的离开 有没有故事啊 有 有 有代言体 有没有歌舞啊 他本身就是在那边唱 代言 所以我才说 这就是我们 戏曲小戏的 历史上最早的文献 就是这个 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 戏曲小戏 也就是说 我研究的这个 态度方法和古人不一样 我们先定位怎么样 什么叫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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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戏曲小戏 什么叫戏曲大戏 从文献上 找了 哦 这个可以算 最早发现 为什么找方向师啊 方向师有文献 有田野考古 田野考古还在 我们这里中央研究院的 考古成类手 我看过那个面具 所以 戏曲的 源头 戏曲小戏的源头 我选了这个 然后我们 中国戏剧啊 和戏曲小戏 三千五百多年前 两千五百多年前 定位 那一些从 刘洋的回来的研究戏剧 有没有经过这样考证过啊 有没有这样定位啊 他回来就说 中国戏曲 落后西方很久 如果把这个定位下来 你九神的时候 希腊九神戏曲 能比我们那个 这个方向是早吗 同样都是宗教礼儀 这个是文化 人类文化 有时候会怎么样 会多元并起 多元并起 那谁找谁 谁晚 就要看文献 文物 考古 来比高低 这是我们的自学态度方法 是这样子 好各位 接着呢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 戏剧和戏曲小戏剧目 我几乎每一个都是 是把那个文献找出来 然后来分析这个文献 是合乎戏剧的定命意的 还是合乎戏剧小戏命意的 是如此这般的考证 所以啊 一个一个呢 我就不说了 你们呢 就可以看出啊 啊 考察出来呢 有 有 有多少个啊 好像三十几个吧 二百三十页 有一段资料也是非常重要 那就是 东汉张衡的西京副 西京副这里边 提到啊 啊 当时在 汉魏帝的平乐观 啊 所看的 脚底戏的内涵 脚底戏是一个 百戏 繪萃的地方 平乐观呢 是 这个 这个 激高临下 来看 广场 座记 百亿竞城的一个 一个演出 各位 那个 在古代的帝王啊 喜欢怎么样呢 建灵台 比如说文王啊 他也建过灵台 或者 座王也建过灵台 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啊 建都的地方 都在平原 因为古代龙庚啊 平原上要玩乐 就居高临下 所以那个灵台呢 是 占地相当广的 少说也 也有 现在一甲田地 两甲田地 几甲田地 这样 把它裂土 高高的 上边在盖 亭台楼阁 那为什么这家灵台呢 觉得高了 可以和上帝啊 沟通啊 所以用灵 也可以祭天 事上都为了享乐 像 武王啊 武王 我们罵座王 对不对啊 九尺若林 九尺若林 当然是很荒唐 而且呢 男女裸 裸成啊 为欢 其实各位啊 好些啊 古人的生活习俗 拿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不伦不列 在当时候 你看水壶传里边 是不是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啊 古人呢 可以这个什么呢 这个 一欢乐起来的话 把量照 照的这个酒 那 几百人或者是 一起喝 你是不是这个酒 倒起来就像一个池塘一样啊 而且那时候的酒是怎么样 喝不醉的 就像 现在 韩国的那个 那样子 喝了甜酒 甜甜 以前的酒 那个叫梨 梨酒 一个有字边 一个酒 旁边就是 李熟的梨 梨酒 若林呢 是烤好的酒啊 挂了这个什么 一串一串 喝了酒 割一块来吃嘛 这不是酒池若林了吗 还有 你们要知道 周公 治理作业 对不对 你一开始规范 周公是 做了相当的贡献 为什么现在结婚说 夫妻 可以 可以结合了 在行周公治理 就是 那个时候才有一种婚姻的制度 或者是男女杂交的 甚至是抢婚的 我们现在婚礼啊 那个婚 在古代是 黄婚的婚 婚礼是黄婚的 为什么要在那时候举行啊 抢婚呢 这个黄婚 看不见 去抢女孩子比较容易 那后来就是因为呢 变成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比如说东家 要到西家去抢 来了 好了 好好当当当 女家呢知道东家来抢 就要追啊 可是她往东跑 你就要往西边追啊 永远追不到嘛 哈哈 所以婚礼啊 也是和保留啊 古代啊 抢婚的习俗 好些东西 西娃姆 你们看西娃姆那个扮相 可怕不可怕啊 其实想一想她什么 就是现在球长啊 你们看到非洲的球长 上边就画了 有了没有啊 带了那个什么 什么羽毛啊 所以西娃姆的扮相 把她想成非洲土人的 球长的那个就对了 否则她不是像这个 半人半寿一样吗 所以读书有时候 我记这个啊 告诉各位 读书有时候这样 那这个 张宏的西经记 这个西经复 古代做这个复啊 都要先缩集资料 他要记写的是 汉武帝时候的西经 啊 的情形 所以他就收集很多文献资料 啊 然后再铺序把它编转出来 所以 这个 有些人做父 不是多连厕所都要摆纸笔吗 想到一个 或者什么 这样 醉下来 和各位现在写论文 要收集资料一样 所以他收集的这些内容 就是 是 当时候 以西经有关的文献 所以虽然东汉的张宏所写的 因此也可以来 作为考察 汉武帝时代的 那个 这个百戏 进程 演出的 情况 这里边 就有很丰富的 古代的表演艺术在里面 其中有一个 就是 东海皇宫 好 这个 各位我们今天 这个来不及讲 下个礼拜 把这个讲一下 然后把 把那个什么 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踏窈梁 踏窈梁 来印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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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